嗨 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個 冬天 冬天的那個餵食的部分 也是蛙有 會經常詢問的 問題之一 其實大部分 大部分來問到蛙 都是覺得 怎麼都不吃 是不是怎麼了 其實 其實挖他們本身的 耐餓的程度 大於一般 其他的那個寵物 對啊他們吃一次 吃一次搞不好可以撐個 三五天 甚至一個禮拜 冬天又可以再更長 可能十天到十四天 他們都不吃東西 也不會怎樣 因為他們的活動量 非常非常的低 消耗的熱量非常的低 再來就是 他們的消耗系統 也沒有像其他的 動物來講 有來的那麼快 但是要特別注意一點就是 如果在餵食的部分 你過量餵食 假設兩天 三天你就餵一次 但是這個一次有可能 你就把它餵得很飽 但是又過了兩三天 你又餵它一次 我跟你講 這個不用 不用到兩個禮拜 你的蛙可能就直接投胎了 因為我前面有講 它的消耗系統沒有那麼好 你一直餵死它 它就是被撐死的 腳蛙 它不懂得什麼叫吃飽 它們對於來的食物 是非常非常的珍惜 因為能從它嘴邊滑過去 或是它們能看到的部分 它們都不會輕易的 輕易的放過 咬到自己的腳 哈哈哈哈 欸!你咬到自己的腳 哈哈哈哈 咬到自己的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鬆開了鬆開了 不好意思 其實有時候我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我都會很想要笑 好 回饋正體 就冬天的部分啊 其實你不用太擔心 哇它不吃 只是可能溫度的部分 你得要注意一下 就是 我所謂溫度要注意一下 不是說你一定要把它 控制溫度要到很高 或者是怎麼樣之類 不是 其實你少去動挖 我再給各位建議 你少去動挖 其實就是對挖最好的 最好的生活方式 尤其在冬天 尤其在冬天 好不好 你少去動啊 我覺得 對它還會比較好一點 阿衛食的部分 有很多種技巧 其實這個 這個衛食的問題啊 我在 兩年前 就都有很多 類似這樣的影片 我都有分享給各位 做參考 對啊我是希望各位可以用個 關鍵 欸 它吃掉了嗎 我剛剛沒有看耶 因為我剛剛我的頭 在看地上 它吃掉了嗎 喔 喔 真的喔 它吃掉了 好啦OK啦 其實 冬天 餵食齁 我不大會去強迫了 娃娃到底要吃 一定要要吃到什麼樣的程度 對啊 那有用飼料的朋友啊 我會建議你齁 偶蛾齁 真的是偶蛾 就像我這樣子 偶蛾啦 吃個昆蟲類 讓他們 讓他們有 營養均衡 攝取的營養 有比較不同 那當然有的人會講說 那我是不是 不要餵這一些 我就加 蓋粉益神菌這樣子 長期這樣就好了 OK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對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那是依我養蛙 這樣子下來的 我是覺得 嗯 有一些活體的營養齁 那個是飼料沒有辦法取代的 飼料沒有辦法取代的 飼料沒有辦法取代的營養 就是來自於活體 那活體我會建議你用昆蟲類的為主 盡量少用海鮮 好不好 盡量少用海鮮 雖然海鮮很誘人 每次餵都OK沒有問題 呵呵 對啊 再來 就是餵食方面嘛 因為其他的有比較細節的可能 就要請各位去 在我的頻道搜尋關鍵字 應該就會有了 好 再來就是 呃 有可能 在這個 這個環境齁 這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這個環境 到底要不要去 用 水 用水 或者是 有一點點 潮濕的感覺 這樣子 飼養他們 我現在講的都是冬天 冬天 我還是會建議各位齁 你就照著你自己的環境的方式 自己去評估 因為我只能 講我自己的飼養方式跟經驗給各位聽 齁 那我用乾癢的方式齁 已經 呃 介紹啦 也分享了 應該有 兩三年的時間了啦 應該也有了啦 齁 漸漸的也都很多人 用我的方式這樣子 齁 那我是覺得 都還不錯啦 齁 那當然不是說 冬天齁 冬天就不需要 不需要水分齁 冬天更需要水分 所以 當你每天都有在關注 你自己的挖寶的時候啊 有在關注自己的挖寶的時候 噴水 早晚噴水是必要的 早晚噴水是必要的 那你如果 如果環境已經有一點點潮濕的時候 其實 就不用再噴水了 好不好 他的環境已經有潮濕了 你就不要再 給他太多的水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樣子你比較容易能察覺 察覺他的 環境有沒有汙染 而且我也會經常強調齁 你用眼睛看不到的啊 就是你用眼睛看不到的 你可以用鼻子紋好不好 用鼻子紋 他的環境有味道 你就是得整理了 通常 我希望各位 如果在整理環境的時候 是連盒子整個都要做清潔 不是只是把裡面的水倒掉 再倒新的進去這樣就好了 不行喔 這樣子是不行的喔 好不好 再來 來 蛙要不要抓去游泳 我是覺得只要你的溫度 在同一個環境的溫度 都是正常的情況下 包括水溫也是正常的情況下 我是覺得游泳是沒什麼關係啦 前提之下是 你那一個環境 無論你是從哪邊取來的水 跟你那邊的環境 只要不要相差太大 你不要說 我去拿樓下的水 飲用水 拿來你的房間 你的房間可能現在是25度 假設啦 可能是25度 結果你拿的飲用水起來是20度 還是說只有十幾度 你馬上拿泡 我跟你講 蛙可能會中風啊 臭筋啊 都有可能啊 啊這些都還是小事啊 嚴重的 嚴重就可能會生病了 生病的慢慢的慢慢的 就投胎了 通常蛙生病齁 都是 你 一段時間累積下來的 各位知道嗎 蛙生病都是一段時間累積下來的 它不會 很突然 所以當你的蛙 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聯想一下 呃 我是有哪裡有 忽略的 還是說沒有注意到的 其實這個 這個都可以 可以察覺到的啦 好不好 OK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 餵食嗎 餵食的部分 還有 還有環境的要求嗎 啊 東亭該注意的一些事情嗎 OK 好 今天就先這樣子 這是我們家的 紅種角 你看我 剛剛影片我都沒有 這樣子 用夾子去 去 去餵食 或者是讓牠餵食 或者丟昆蟲跑來跑去 牠自己就吃了 呵呵呵 你看 牠還想再吃 我大部分我就這樣子就好了 我 我就不會讓牠 再進食 好不好 有吃就好了 定時定量 各位記得喔 定時定量 不要過度餵食 五到七天餵食一次就好了 OK 有營養粉啊 益生菌啊 能添加的 你就把它添加吧 那益生菌 我會強烈建議 一定要使用 益生菌一定要使用 好不好 OK 好謝謝